Hello 各位觀眾 大家好 歡迎收看 Snapz 我是 Casey 我是 Sandian 我們最近問這個維卓借了一支 全球第一支自動對焦副廠的 Z-Mine 鏡頭 就是一支 85mm F 1.8 的鏡頭 剛剛在攝錄的頻道 做了一個評測 未看的朋友可以到這裏看 今天我們就來實測一下 究竟這支維卓的 85mm F 1.8 好些 還是這支 Nikton 85mm F 1.8 的鏡頭 加上FTZ-Mine 放在Z-Mine 上是好些呢 在正式開始之前 未訂閱我們的朋友 記得快點訂閱我們這個頻道 做個去片 有些朋友會問 你現在Z-Mine 用Z鏡頭 你沒有理由就用之前F-Mine的鏡頭 來做比較 還要累積這麼多 加多一個接環 是的 我們經過一輪的思索之後 其實我們應該要用這支去比較 多於用Z-Mine的比較 為什麼呢 為什麼呢 就是因為價錢上 Z鏡這麼頂級的鏡頭 我們就不會比較 你說如果比較起來 那時候我們就會用同級的價錢來做比較 因為維卓這支的鏡頭 都是兩千多元的定價 如果大家想要一個選擇的話 那可能是Nikon 1.8G這一支 本身都是現在賣兩千多元的價錢 就可以用到 因為F-Mine 其實你買Z-Mine 都可以選擇配迷的了 所以就可以這樣一起去用 如果預算上面有鬆動的朋友 其實可以考慮 就直接買這支 85mm F1.8S 一步到位了 沒錯 好 那我們就立即進入我們的實測環節 好 我們現在就先拿回 Nikon 85.8G 那支鏡頭 去試一試 變形效果 和暗角是如何 可以見到 這支Nikon 85G鏡頭 是有少少的變形 接著我們就來看紙邊 放大來看 紙邊是非常輕微 近乎不覺得 也不錯 好 現在我們就要試一試 維卓這支原生的Z-Mine鏡頭 看看它的邊位和暗角情況是如何 維卓這支的變形 控制很明顯就好過Nikon 85G鏡頭 可以說基本上完全不覺得有變形 而紙邊方面 那個控制就比剛才Nikon 85G 差少少 但也是非常輕微 好像不太覺得 我們現在就等到晚上了 就來到這個旺角的街頭 我們就試一下這支Viltrox 85.8G 的對焦速度 和那個散景表現是如何 接著我們就會同場試 我們就試一下Nikon 85.8G鏡頭 比拼一下那個對焦速度有沒有分別 和那個散景表現又是如何 首先我們就試一下維卓這支85G 可以看到它的對焦速度其實都不慢 還蠻快的 但是在遠距離對近距離的時候 有時候就會有少少猶疑的感覺 接著我們就試這個Nikon 85G 它的對焦速度和圍卓比 其實就不是說快很多 快一點點 每一下對焦下去都是比較爽快 接著就試這個圍卓的散景表現 可以看到它有九塊光圈葉 所以出來的散景都是非常圓的 接著就到這個Nikon 85G鏡頭 可以看到它的散景雖然都是圓 不過去到邊位就很快就開始起閣了 就變成有些橢圓形的感覺 那好啦,玩了一整天 你又覺得你會怎樣選擇呢? 好啦,試完一陣 真心地問我 我還是會選擇81.8G Nikon那支鏡頭 為何不選擇這支副廠全球第一支 這支Z-Mine自動對焦鏡頭呢 有就是為了幾個原因 數字上其實不太重 但當你拼在Z-Mine的時候 可能鏡頭前面是聚手一點點 你會比較容易傾錢 而且躲起來是會累的 但反過來,85.8G 因為多了F-TZ-Mine在後面做一個平衡 其實手感像沒有這支圍卓的那麼重手 另外,這支圍卓呢 還有一支圍卓呢 所以它有遮光罩呢 就可能未必會上得特別穩陣了 而且它的折環呢 當我放在Z-Mine的時候 有一點點卡住的 就不太順滅在換鏡的時候 所以穩陣起鏡 其實我會建議用Nikon 85.8G 因為始終它對焦上 其實不會比這支原生鏡頭慢的 但當然就一定沒有得跟Z-Mine的85比的了 如果這一兩支選擇呢 我會選擇85.8G這一支 如果比我呢 我就會選擇維卓的這支85.8 因為重量上真的不是相差很遠 但就像剛才說的 我那個重心這支是傾前一點的 但不是經常性用到85.8G 所以我又不會很長時間去拿著 所以其實這個敘手的問題就不太影響了 而且我覺得裝置環是有點麻煩的 所以原生的Z-Mine其實是加了很多分的 對焦速度上和畫質上 亦不是真的分別十分大 所以使用方面上 我會傾向選擇原生Z-Mine的鏡頭 好 你要那支 我要那支 今天我們先說到這裏 未訂閱的朋友 記得訂閱我們的頻道 以及分享給更多人看 我們下集再見 拜拜 拜拜